花蓮两大金针山花季8月10号起一直到10月 上山民众除了要留意路况之外 玉里警分局交通组也呼吁 六十单山以及赤柯山下山道路因为道路非常陡峭 为了避免意外事故 请游客以及村民驾驶车辆时 务必以低速党行驶 以免过度踩踏刹车导致刹车过热失灵 花蓮两大金针花季8月10号开始一直到10月份 上山民众除了留意路况之外 玉里警分局交通组呼吁 六十十山以及赤柯山下山道路 因为道路非常的陡峭 为了避免意外发生 请游客以及村民驾驶车辆时 务必以低速党行驶 以免过度踩踏刹车 导致刹车过热失灵 而管制期间 请各游客遵守同仁的交通疏导管制 另外应受地震影响 部分路段仍有落实 也务必注意路况 另外下山时也请切换至低速党 以确保刹车不会过热失灵 保障行车安全 依照以往 经验检视游客上山赏花车辆 常常会发生故障 以及意外的事故 警方呼吁游客上山前 应该要确实检查车辆的 基建性能是否正常 山区的道路狭小 弯道也多 行车速度应该要放慢 随时注意上下山车辆 以及道路的状况 相互离让以为行车安全 这周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